Hello,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继续和我们的观众小朋友一起来画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企鹅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一个材料呢,就是我们一只小笔 然后是需要一个铅笔,去给它进行一个纹路的素描 然后再还可以做上各种各样的一个彩笔 那么我们的彩笔的话呢,也是要给它画上各种各样的颜色 还有这边的一个这个黑笔 首先呢,我们是要把我们小企鹅的一个纹路是要给它画出来 我们的小企鹅呢,是一个走一个圆滚滚的路线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呢,会要给它画的稍微的圆一些 然后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用上我们新买到的一个迷路橡皮 去给它进行一个勾勒 不知道小朋友喜不喜欢画简笔画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给我们的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大家的订阅和赞呢 再继续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个简笔画的一个小视频 希望你能够喜欢 然后在里面呢,我们是画出我们小企鹅的一个肚子 那我们现在可以画上我们小企鹅的小脚 以及呢,我们小企鹅在旁边的两个小翅膀 然后我们可以在两边的话呢,小翅膀要给它画的小小的哦 特别的可爱 然后我们这边的小鼻子呢 或者是小嘴巴给它画成一个三角形的 然后眼睛呢,稍微要大一些 大眼睛才会显得更加的可爱 那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些非常可爱的一个睫毛 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小的这个企鹅 给它进行一个甜色 这边呢,是把它的企鹅的一个小皮毛质给它填上去 然后我们的小企鹅呢,是一个黑白的小企鹅 现在呢,是我们的小企鹅 就已经是画好啦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给我们频道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推出各种各样好玩的视频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呢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